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阿尔沙斯省的一个小学生France 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中的见闻和感受 真实地反映了法国能县区的人民 惨遭异族统治的悲愤和对于祖国的热爱 以及争取祖国解放和统一的坚定的意志 表现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那么在这里我想和大家来欣赏 这篇小说的一个鸡选 我们很多人可能在我们的中学的 或者说小学的课本里已经学过这篇文章 那天早晨上学 我去得很晚 心里很怕 韩迈尔先生骂我 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 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我想就别上学了 到野外去玩玩了 我走过真公所的时候 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台前 最近两年来 我们的一些坏消息 都是从那儿传递出来的 败仗了 征伐了 司令部的各种命令了 我也不停步 心里正在失谅 又出了什么事了 铁匠伐锡德带着他的徒弟 也挤在那里看布告 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 就向我喊 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 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那儿开玩笑 就上气不接下气地 赶到了韩迈尔先生的小院子 平常的日子 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 总有一阵喧闹 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 开课桌啦 观客桌啦 大家啪槽 捂着耳朵 大声背书啦 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指 在桌子上紧敲着 近一点 近一点 我本来打算 从那一阵喧闹 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 可是那一天 一切 偏偏安安静静 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 我从开头的窗子里望进去 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 韩迈尔先生呢 度来度去 胳膊底下夹着那个怕人的铁戒指 我只好推开门 当着大家的面 走进静悄悄的教室 你们可以想象 我那时脸多么红 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也没有什么 韩迈尔先生见了我 很温和地说 快坐好 小France 我们就要开始上课 不等你了 我一纵身 跨过板凳 就坐下 我的心 稍微平静了一点 我才注意到 我们的老师 今天穿上了他那件 挺漂亮的 绿色的领服 打着周边的领级 戴着 那顶袖边的 小黑石帽 这一套衣帽 他只在读学来 视察学校 或者发奖的日子里 才穿戴 而且整个教室里 有一种不平常的 严肃的气氛 最使我吃惊的是 后面挤排一项 空着的板凳上 坐着好些镇上的人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竖起 其中 好像是老头 戴着他那几个三角帽 有从前的镇长 从前的游地员 还有些旁的人 个个看来都很忧愁 好时候 还带了一本书编 破了的初级读本 他把书翻开 摊在切头上 书上横放着 他拿出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 正在诧异 海曼尔先生 已经坐上椅子 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 又柔和 又严肃地对我们说 我的孩子们 这是我最后一次 给你们上课了 柏林已经来了命令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 只许叫德语课了 新老师明天就到 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发语课 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 心里万分难过 那些坏家伙 他们贴在正宫所布告牌上的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 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 难道这样就算了吗 我从前没好好学习 逛了课 去找鸟窝 到沙河上去溜冰 想起这些 我多么懊悔啊 我这些课本 语法了 历史了 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 带着又那么沉重 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 舍不得跟他们分手了 还有海麦先生也一样 他就要离开了 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 想起这些 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 忘了我挨的戒指 可灵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 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刻 现在我明白了 正常的那些老年人 为什么来住在教室里 这好像告诉我 他们也懊悔 当初没有藏到学校里来 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 来感谢我们老师 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 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 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 突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 难道我背书了 天啊 如果我能够把那条 出名难学的分词 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 声音响亮 口齿轻足 有没有一点错误 那么任何代价 我都愿意拿出来 可是开头几个字 我就弄糊涂了 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 心里挺难受 头也不敢弹起来 我听见韩麦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知悖你 小普兰师 你自己一定够难受了 这就是了 大家天天这么想 算了吧 时间有的是 明天再学也不迟 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 哎 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 这正是阿斯大尔诗人 最大的不幸 现在那些家伙 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 怎么 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 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 不会写 不过 可怜的小普兰师 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 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 应该支配自己呢 接着 韩麦先生说这件事 谈到了那一件事 谈到了法国语言上来了 他说 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最明白 最精确 又说 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 永远 别忘了它 亡了国 当了奴隶的人民 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 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 监阅大门的钥匙 说到这里 他就翻开书 讲语法 真奇怪 今天听讲 我完全懂 他讲的似乎挺容易的 挺容易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的听讲过 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的讲解过 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 在他离开之前全交给我们 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 我们又上席字课 那一天 海曼尔先生发给我们的新的字铁 铁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 法兰西 阿尔萨斯 法兰西 阿尔萨斯 这些字铁挂在我们刻着的铁杆上 就好像许多面小骨骑在教室里飘扬 个个都是那么专心 教室里是那么安静 这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 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 但是谁也不会注意 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 他们正在专心地画杠子 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制 我顶上的鸽子 咕咕咕地低声叫着 我心里想 他们也不会强迫这些鸽子 也用德语话隔上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 总看见韩曼先生住在椅子上 一动也不动 瞪着眼睛 看周围的东西 好像要把这小教室的东西 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 只要想一想 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 窗外是他的小院子 面前是他的学生 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 擦光了 磨损了 院子里的葡萄树长高了 他亲手栽培的纸藤 如今也绕着窗口 一直爬到窝顶了 可怜的人啊 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 叫他怎么不伤心呢 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 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 他们明天就要永远 离开这个地方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 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 其次课完了 他又叫了一堂历史 接着又叫初级班 拼他们的 在教室后排座位上 好 这个老托儿已经戴上眼睛 两手捧着那本初级读本 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幕 他感情激动 连声音都发抖了 听到他古怪的声音 我们又想笑又难过 这最后一刻 我真永远忘不了 突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 祈祷的钟声也响了 窗外又传来普鲁斯士兵的号声 他们已经受操了 海曼先生站起来 脸是惨白 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 他说 我 我 但是他哽住了 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 拿起一支粉笔 使出全身的力量 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头 靠着墙壁 话也不说 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 放学了 你们走吧 我不言其烦地把这篇课文 摘要 读了 我自己又一次被他感动了 这就是家国的情怀 这就是 掖夺的力量 所以今天 我想特别地跟大家 讲一讲 阅读 跟我们的国家 跟我们民族 跟我们自身成长动力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应该说 家国情怀 在最近这几年 是一个热门的词汇 2016年12月12号 总书记 在会见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的时候 曾经说 尊老爱忧 稀奇忽安 母慈子孝 胸有地公 耕夺传家 勤俭持家 知书达理 尊纪守法 家和万事兴 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 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是支撑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 心火相传的重要力量 在去年的2月3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集团拜会上 再次强调 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 就没有家庭的幸火美满 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 幸火美满 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 所以要倡导爱家爱国相统一 让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做出贡献 这一次的讲话 我在现场亲耳聆听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从会场那首说来 中央电视台就对我进行采访 说朱老师 你听了总书记讲话 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我说就是四个字 家国情怀 其实在中国啊 国家的概念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国和家 这是中国文化的家国同构的 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方面 我认为这也是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国家这个概念 在西方 跟中国是不一样 在西方 家 Family 跟国 Nation Country State 是分开的 没有关系 只有在中国 这两个字 是紧密地连在一起 中国人 讲求家国情怀 那么什么是家国情怀 其实我觉得 最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国家 作为一个 共同体的认同和热爱 所以它的内涵 是包括着家国同构 共同体意识 和仁爱之情 从本质上而言 家国情怀就是 对自己的家庭 家乡 和国家 对生与失 掌与失 的人民 所表现出的一种 深情大爱 所以 其实它是一种 高度的认同感 归缩感 责任感 和使命感 在中国 由于家国同构的文化 远远由长 所以我们传统社会 形成的思想 观念和行为准则 也就是 孔子推行的 以周理为核心的 儒家思想 影响了我们 一代又一代的 在一定义上 那种以国家民族 修取与公的状怀 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 以天下为己任的 使命感 往往就来自于 那个叫家的人生 开始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历史 处处彰显着 我们这个民族 对家的坚守 对国的热爱 家和国 这两个字的组合 也特别彰显着 中国人的 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 所以你看 中国古代的文献 从李济说的 若治其国者 先治其家 若治其家者 先修其身 到我们的顾县城 风声雨声 读书声 声声若耳 家世国事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从护须病的 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到杜谷的 风火连山月 家火底腕金 从落油的 王思百定中原日 嫁继无望 告乃翁 到余谦的 一寸单星图报国 两行清类 为师亲 从顾炎五的 国家姓王匹备有职 到周恩来的 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应该说 家国的情怀 深哲于我们 中国人的心田 岁月深长 情感深邃 我们无数人人 知识的成长 也都与家国 情怀相关 大量的历史 大量的案例 都证明 凡是能够把 个人的成长 和个体的事业 和家国 进行有效 连接的 都是能够做出 大事情的人 因为他们能够 把自己的事业 和天下昌生的苦难 捆绑在一起 把天下国家 纳入自己的事业 关注之中 我们几乎可以说 在中国人的 思想观念里 国和家 虽然有上下自比 大小自差 但是 就整体而言 它是一个 绝部和整体的关系 每个中国人的 下意识里 都会将两者的关系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国成为家的延伸 是一个大家庭 家是国的细胞 是一个小单位 所以我们 有一句歌诗里面讲 国是最大家 家是最小国 没有家就没有国 个体的幸福 导致了群体的强大 没有国的强盛 就没有家的稳固 家破国王的仇绪 千年流传 历史的大潮 也一再表明 这又把个人成长 与家国情怀的大厦之中 个人才能成长 也才能伟大 作为一个人 家国情怀是个体 到共同体的精神基石 它会迅速地 把一个人的精神追求 进行提升和扩大 从个人到他人 因为如果把自己的追求 和一个家庭的信望 联系在一起 那么他成长的步子 会稳健 而踏实 而一个人 如果把自己的追求 和国家的信望 兴衰 联系在一起 那么他会从这种 巨大的责任感中 得到强烈的使命 那个时候 他会有更多的成长的动力 而这种动力呢 会虚动他 也引领他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断地前行 好 我们可以看一看 周恩来的故事 我们知道周恩来 有句很著名的名言 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而且这句话 是他14岁时候 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 说的 周恩来 1898年3月5号 持存在江苏的淮安 1910年来到了东白 他先后在贴林上小学 后来又转到 沈阳的东关模范小学 那么1911年的一天 正在上课的魏校长 问同学们 说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啊 很多同学举手回答 说我们要为父母报仇 有的人说 我们要做大学问家 有的人说 我们要支出名礼 有的人说 为了让妈妈妹妹 过上好热子 还有人说 我们要光中药主 要争钱发财 等到周恩来发言的时候 他说 为中华之崛起 校长很吃惊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抱负 那么周恩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初心呢 他的这样一种成长的动力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周恩来的儿童时代 其实也是很艰苦的 艰辛的 他出生的第二天 外祖父去世 不到半岁 那么小叔父 这个叫周一干 生病 没有子女 那么刚到当时 淮安的风守啊 就过继给他的小叔父 当这个子子 一方面解决 小叔父的残淡 因为他没孩子嘛 一方面呢 就是当地人 也叫冲喜 就是过去 以后 可以帮助小叔父 治好病 但是很遗憾的是 没有冲到喜 小叔父很快 去世了 十岁的时候 周恩来的生母万世呢 得了肺捞去世 不久呢 他的养母城市 也因为生病去世 十岁的周恩来 就操办起养母的上市 并且用船 把养母城市的遗体 从青江府运回淮安城 和小叔父同葬 周恩来小叔父的时候 他的养母 经常带他 到淮安城里的公寺里面 去参观 观天培的树像 给他讲观天培 抗英 为国捐去的故事 所以让少年周恩来 对民族英雄 产生了崇敬之情 那么到了东白上学的时候 他跟同学一起 到奉天南郊 威加楼小住 参观了热俄战争的遗址 听当地的老人 讲述热俄战争的经过 和中国人饱受的苦难 让他知道了 洛克基尔挨打 沽破家王的道路 所以在他幼小的心里里 其实就萌发了 为国家而努力 解救人民 于水深火热之中的 这样一种壮志豪情 那么十二岁的时候 周恩来去东白上学 那个时候呢 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件 也看到了 这个孤入民穷 受欺凌的国内的现状 所以听到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 那么他率先捡去了辫子 就象征着清朝成名的辫子 所以在学校 校长为他们 为什么读书的时候 他能够自然而然地 说出这样的名言 所以周恩来从小立志 为中华制崛起而读书 到南开学校毕业的时候 他和同学们相互争言 就愿相会中华 腾飞世界之时 而到日本留学以后 他回国参加武士运动 后来又到欧洲勤工俭学 回国投身革命 这一生 他都是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所以周恩来的家国心怀 应该说 也是他一生成长的动力 家国心怀 为什么很重要 我觉得还在于 我们现实的 这个 教育中 也表明 我们这方面 还是要大大的增强 那么上海社会科学院 青少年研究所 做过一次万人的调查 他们在发现 我们国家的青少年 为国奉献的家国循环 仍然还有待进入加强 比如说在回答 当祖国遭受到外国的侵略 你是否愿意参军保驾为国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12.6%的同学表示 一般不太愿意和不愿意 而其中东部和城市的学生 高中阶段的学生 为国而战的意愿更低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法达地区的 年龄程度越高的人 他有的时候 还不如西部地区的 还不如年龄小的孩子 表示愿意参军 保驾卫国的卫三年人中 西部地区的比例是92.5% 中部地区的是88.6% 而东部地区只有82.7% 所以在信息时代 加强心怀不仅仅是 对中华一些传统文化的 一种简单的继承 而且根据时代特点 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使它逐渐地成为 人类生存发展必备的基因 被世界各地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的各种人群 以不同方式予以认可 这样加弓心怀 才能源源不断地 成为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他们提供不及的动力 那么加弓心怀 对人的成长如此重要 那么阅读 对培养加弓心怀 后来又成为全国人大常委 那十千年以来 每一年我都要写一个提案 就是建立国家阅读节 很多人一开始不太理解 说朱老师 你怎么老是提这个问题 阅读本来是很个体化的事情 为什么你跟国家跟民族 打什么剑 有什么关系 我说阅读 表面上看来是我们每个人个体的事情 因为的确阅读对于每个个人很重要 但是对于国家 对于民族 我觉得更重要 为什么呢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 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阅读虽然看起来是每个人的个体的事情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正是有这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吗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阅读 往往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密码 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愿情 一个国家有没有力量 取决于它有没有精神的力量 有没有邻居力 有没有染实力 有没有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关键 所以国际阅读学会 在一份报告里面曾经指出 阅读能力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们不妨以以色列犹太人为例 犹太民族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这样一个民族 特别是在阅读和加固情怀这个方面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本土 大概有六百多万的犹太人 将近七百万 而全世界的犹太人加起来大概在三千万左右 而这个在公元七十年之后 九色区的祖国到处流浪 并且寄人篱下的民族 为什么如此强大 为什么能够产生那么多世界级的伟人 给大家念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 马克思 爱因斯坦 佛罗伊德 海涅 卓贝林 毕加索 门德尔松 伯格森 胡塞尔 大卫里加图 卢森堡 基辛格 斯皮尔伯格 波尔 菲米 鲁斯柴德尔家族 摩根 洛克菲勒 巴菲特 等等等等 你们看最有名的名人中 和历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犹太人占了很大的霹雳 刚刚我举的名人中 有三个名人特别值得关注 一个是马克思 一个是爱因斯坦 一个是弗罗伊德 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事件 三个不同的领域 马克思 当然是我们最崇敬的精神的导师 马克思利益主义也是我们国家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其实马克思他对人类的贡献 不仅仅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他对人类思想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西方有一门学问叫所谓的幽灵学 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 人类说是碰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里去寻找答案 所以当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 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 爱因斯坦 他的相对论 他对时间空间的认识 他对物理世界的这种发现 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 布洛伊德 他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认识 他提出了所谓的知我超我本我的学说 认为这三个我的斗争 就帮助人能够实现内心世界的这样一个平衡 那么当一个人的本我占据上风的时候 他可能就被本能所支配 当一个人的超我战胜了本我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走向道德上的超越 那他关于梦的解析 那他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等等 应该说都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心灵的认识 所以三个人 一个人解决了人类社会的问题 一个人解决了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 一个人解决了物质世界的问题 那么犹太人的创造力 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犹太人 以色列本土的上市公司 他们统计过 超过了欧洲的很多国家的总和 那么在那片荒墓上 他们创造了很多世界的起立 而在美国也是如此 这个占美国总人口的 大概百分之二到三的犹太人 那么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里面 他差不多占据了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诺贝尔奖获得者里面 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犹太人 还有人统计说 美国的名牌大学教授里面 犹太人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美国的历史里面 犹太人占了四分之一 华盛顿和纽约两个地方的 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里面 犹太人占了四分之四 美国的百万富翁里面 犹太人占三分之一 全美的文学戏剧音乐里面 一流作家里面 犹太人占了百分之六十 所以你想想 这个犹太人 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就是在犹太人的阅读 那么 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一个民族 获得这么多技术的成就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当然是智慧 而智慧的背后呢 是犹太人的精神成长的历程中 对于书籍的宗教般的情怀 应该说 犹太人是世俗如命的 把阅读 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孩子生下来 就会投一声蜂蜜 让他知道书是甜的 每四千五百个犹太人 就拥有一座图书馆 我们国家差不多 将近四十五万人 才拥有一个图书馆 那每六个人 平均拥有一份英文报纸 所以 犹太人对于书的这种 迷恋和敬畏之情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我们关注的 所以你看那些世界上 最优秀的民族 也是最善于阅读的民族 阅读它为什么很重要呢 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我觉得它是 不断地强化我们的文化认同 凝聚一个国家的民心 振奋民族精神 提高公民素质 存化社会风气 建立核心价值 都具备非常关键的 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读过美国的著名作家 何喜 在第一节课 我介绍过他的知识会法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本书 叫Making Americans 造就美国人 他认为美国人是怎么培养出来了 就是曾经影响过美国人的 那些最伍大的驻主 塑造着美国人的精神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提核心价值观 我们提说要建设中华民族 共同的精神家园 靠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 阅读是最好的抓手 最佳的切入口 的确是这样 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 举合于所有快速成长的时代一样 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还存在了很多问题 那我们的社会呢 的确缺少共同的语言 那没有共同的语言 你怎么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道德标准 和共同的价值观呢 作为一个民族 他们的共同精神密码 共同的语言从哪里来呢 当然应该从我们的历史中来 从我们的经典中来 从我们对于世界文明 包括中国经典的 共同阅渡中来 没有共同的语言 没有共同的思想和价值 其实我们很可能就是 同一个卧颜下的陌生人 我们也只能是一盘散沙 所以我们曾经 或者依然拥有的 那些共同的神话和历史 共同的英雄和传说 共同的精灵和天使 共同的图画和音乐 共同的诗歌和小说 对我们成长之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 我们一定程度上 冷落了这些共同的精神财户 而这些冷落 也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共同信仰的缺失 文明道德的罚拨 共同愿景的混乱 所以我们要构建 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是应该很好地去思考 重要的路径和基石 那就是全民阅读 建设树向中国 为了寻找我们的历史 寻找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共同来阅读 我们的神话 我们的历史 通过共读 盘葛开天 纽娃补天 贺裔摄热 嫦娥奔月 惊威天海 跨户追日 延缓的战争和结盟 那我们可能才能成为 中华民族的祖先的文化贺益 共同的阅读啊 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形成 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语言 共同精神密码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形成 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的 一个最重要的路径 我非常喜欢朗读手册 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 他说阅读啊 是消灭无知 贫穷与绝望的终极武器 我们要在他们消灭 我们之前 坚密他们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造成我们无知和贫穷的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没有阅读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 所以我们要用阅读 来消灭无知和贫穷 如果我们不被 无知和贫穷所消灭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 阅读去消灭他们 那所以我觉得 这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 来认识阅读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阅读 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提出 要推进全民阅读 要建立国家阅读节 那要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 我觉得也基于这样一个角度 去进行思考的 所以对我们每个父母亲来说 你一定要记住 阅读不仅仅是孩子的事 是你家里的事 也是国家的事 我们这一让每个孩子精神成长 每个孩子成为一个拥有的理想和情怀 有着架构心怀的人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才能更强大 那么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家国循环呢 我觉得 当然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 尤其是阅读爱国主义的一些书籍 最近来自湖南的一位留守女孩 叫钟方荣的故事就很感人 这个钟方荣高考神经非常优秀 他本来可以进百大清华的任何最好的专业 但是他报考了百大的考古系 他为什么报百大考古系呢 他就说他就是因为读到了 樊井诗的故事 樊井诗是东华研究院的民意院长 樊井诗影响了他选择考古战役的决策 当然后来樊井诗也鼓励这位女孩子 告诉他说无论从事何种常义的年轻人 都应该树立坚定的信念 为国家的需要做有益的事 樊井诗是全国的文物保护 极促的贡献者 他因为身居大漠守护灯黄 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 他的精神那应该说也非常的感人 而中国古往今来的人人自私 闻人烧客 也多留下了家国情怀的精彩篇章 那无论是岳飞在这个后背上 刻下了金钟报国的宣言 还是樊井语发出的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一种感叹 在西方文明中也有很多 歌颂相关情感的美丽的文字 我曾经得到过两弹一星的 先驱者们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想向郑家仙 郑家仙1958年在前三强的 积累的推荐下 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 这个核武器的研制十一中来 所以他在接收研制和弹 历史重任的那天晚上 他对自己的妻子许洛西说 做以后家里的事情我就不能管了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 做好了这件事 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 为了这件事我使得也值得 从此以后郑家仙这三个字 和他的身影就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他也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的 实际的负责人 他在北京郊区的高粱地里建研究所 在去罗布国国家实验场上的路上 颠簸 在原物遥遥的山区 指挥这个核弹研制 他对年轻的大学生 说干我们这个工作 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 没有名没有利 还要吃苦 而且做出的科学成果 不能够发表论文 不能够署名 1963年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的设计方案 按照预定计划 完成 那么为了争取时间 根据上级的指示 邓家仙和他领导的理论部班子 缘分不动地转移到清淡的研制上去 他又克服困难 把自己的命运和清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成功地实验第一颗清淡 建立了卓越的工训 邓家仙应该说 在1986年 被疾病夺取了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的一个月里 他28年的秘密经历 才被披露 所以 临终前他关心的仍然是我们国家 怎么去发展 尖端武器 那他语重心长地说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所以 像邓家仙这样的故事 不仅仅我们成年人多了会感动 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对于把他们引上科学之路 引上科学报国之路 把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作为爱国主义者 作为自己的人生五项 我觉得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阅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孩子选择一些这样的书籍 帮助他们去奠定这样一个家庭 情怀的这样一个基石 那么第二呢 我觉得要注意引导孩子 关注个人生活圈之外的事情 我们知道其实孩子的世界 就是父母的世界 父母的世界有多大 孩子的世界就有多大 所以 而且你关心的世界 就是孩子未来的世界 美好 就用美好来培育 思想 就用思想来滞养 所以 国外的心理学家 做过很多很有意思的调查 就是家庭参作上的话题 他们就发现 不同阶层的家庭 话题是不一样 有一些家庭 永远就是 吃喝玩乐 那永远就是娱乐 有一些家庭 他就超越了这些 关注的就是人类 自然 环境 战争 那这样的 大事情 所以家庭参作上的话语 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 视野和格局 所以 我们知道 一定要 跟孩子去讨论 孩子们 生活之外的 一些事情 一定要讨讨论 关于国家 关于民族 关于环境 关于人口 这些大问题 我特别欣赏 这个 法国的哲学课 我看过法国 若干年的高考试卷 他不像我们这样 他不像我们这样 出很多 题目 他往往就是一个 一个大问题 而这些大问题 基本上 都是 超越了个人的 命运的大问题 那所以 你像我们刚刚过去的疫情 其实 在疫情期间 我们那么多的家庭 跟孩子们在一起 度过了 难忘的岁月 我们可能 大部分父母亲 也是如此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跟孩子 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引导孩子 去关心什么问题呢 那其实围绕着 疫情中的 很多问题 病毒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那 这个 国家政策的问题 公共卫生的问题 那 都可以进行 很深入的研究 和讨论 那么 帮助孩子 不断地去 开阔自己的事业 和格局 拓展他们个体 成长的广度和深度 另外 我想特别说的 就是加固情怀 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 也是有着 非常密集的关系 而习近平总书记 在百大的讲话中 神经指出 爱国啊 是人世间 最深层 最持久的情感 是一个人的 利得资源 利公资本 所以他特别期待 年轻人做事 要有节气 要有人格 他说节气也好 人格也好 爱国是第一位 我们是中华儿女 要了解 中华民族的历史 秉承中华文化的基因 有民族的自豪感 和文化执行心 他要求青少年 时时能够想到国家 处处想到人民 做到利于国者爱之 害于国者物资 所以爱国主义 它不是空洞的口号 不是装华门面的标签 而是现在的行动 是要真正的 把自己的理想 和祖国的命运 把自己的人生 和民族的命运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那么现在 整个世界应该说 出于一个百年 未遇之大变局的 这么一个时期 那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 同样面临着很多 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 人类也面临着很多 共同的挑战 所以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独自地应对 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也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退到 自我封闭的孤岛 那随着我们的国家 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 逐步地走进 世界舞台的中央 也随着我们国家 深度地参与 全球自地体系的 改革和建设 那么这也意味着 我们中国 必将更加积极地 发挥负责任 大国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特别需要 有更好的 这样一种 人文情怀 更好的 这样一种国际视野 那么其实 从家 走向国 再走向世界 再走向整个的人类 我觉得这是一个 必然的发展 和必然的歧视 2015年10月26号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 在联合国 教育文组织 第九届青年论坛 开幕社上 也专门指出 要建立一个公平 包容 可持续的地球 是包括全球青年 在内的每个人 都要重视和担当的责任 他说青年人 最富有朝气 最富有梦想 是未来的领导者 和建设者 世界的未来 属于年轻一代 全球青年 有理想 有担当 人类就有希望 推动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 就有源源不但的 强大的力量 所以作为我们 父母亲 我们应该帮助孩子 清晰地意识到 那每个人 在全球治理中 应该肩负着责任 和担当 应该不断地 去拖宽自己的事业 学习国际交流 国际理解 国际合作的本领 而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为人类社会实现 可持续发展 做出自己的 一个应有的贡献 总而言之 我们应该以自己的小家 作为一个同心园的中心 从这个中心一直拓展 拓展到一个社区 拓展到一个区业 拓展到一个国家 进而拓展到一个人类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所以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加工心怀是 个体到共同体的精神基石 一个人呢 如果把自己的追求 和家庭的兴旺 联系在一起 他的成长呢 就会稳健而踏实 和国家的兴衰 联系在一起 他就会从巨大的 知人感之中 得到强烈的使命感 从个人到家庭 到国家 再到全人类 形成了一条 精神成长的阶梯 那么在这条鲜明的路径上 加工心怀以修其自评 为能力逻辑和政治理想 始终起着 成上旗下的重要作用 也是不可替代的环节 所以如何讲 加工心怀真正落实 成为每一个儿童 生命成长的动力 循序渐进地引领他们 从利己到利他 从自我成长发展 到系统发展 成长为真正的 去中国心 家国情 世界演的这样一个新人类 我觉得这是 我们教育研究者 也是我们每个家庭 应该直面的问题 当然它也是时代 教给我们的一道必答题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就是请父母们回家以后 跟孩子们一起 共同看一个 和爱国主义相关的故事 或者书机 或者影片 等等 看完以后呢 跟孩子们分享 对爱国精神 对于整个人类 对于世界 对于人类共同体命运的 一些想法 好 今天的课到此结束 我们整个的阅读力的课程 也要占告一个段落 希望从这几个开始 我们能够和孩子一起 开始一段 新的阅读的里程 帮助孩子 形成阅读力 学习力 帮助他们 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音乐 词曲 李宗盛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